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龙翔通讯队的吴俊强 大家好 因为向甲也是迟迟的没有给大家见面 今天终于在我们节目当中能给大家介绍向甲的情况 今年的向甲应该说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 最主要是由慢起变成了快起 以往是60加30 但今年的赛阵是20加5 就是20分钟自由用时 每走一步起加5秒 应该是很快的 非常快起 对 另外就是原来是统一出场 现在等于是一个一个的大 这样对于棋手来讲心理的压力就比较大 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说的 在双循环的本赛完了以后 还要有季后赛 就是说进入前六名的队伍 才有资格最后去争夺作息 所以说今年的改革力度也是很大的 那好 那我们边聊边给大家摆棋 这番棋是由杭州队的赖里兄直红先走 他是强请三兵 对 这个应该是做了一定的准备 先走三兵 强请三兵的好处就是说把棋局 纳入到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 然后黑方 出居 红方 挑正马 当然这个时候黑方也可以走破花瓶酒 但是这个吴俊强大师应该也是对三兵也是很有研究 所以他走了一个足三进一 对 红方再居于平二 黑方再马上进三 这样的双方就是形成了堂堂正正的 三兵对平和马 进三族的这一个旗 走到这儿呢 红方有多种走法 有先炮八平七的 还有炮八进四的 还有挑边马的 本局红方呢就是先走马八进九 这儿将来这个炮可以平七也可以平六 这个也是最近一段非常流行的 对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足夷移 足夷移移 对 他拱编族呢 主要是刻住住红方这个边马 将来呢这个居有通路 也是一招两用 红方炮八平七 这个旗呢就是说红方呢 当然稳健的也可以做 左炮过河 对 这儿黑方一般都是走 补不下 像西级五 如果你平一步 对方可以捉你 这样就比较平稳 这个开局 如果你打兵呢 你这个力量呢 对对方这个向呢 没有压力 就是相对来讲 黑方也容易应付 那么红方走破八平七 黑方 红方在局九进一 到这个时候呢 黑方选择的是走向三进五 不三向的 也是最近呢 应该说采用最高的 使用频率最高 应该说这个变化呢 比较复杂 双方都有很多旗 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 那今年这个向甲呢 这个改革力度呢 应该说也是很大 对于各个队呢 也是一个考验吧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的面孔 那么赖里兄呢 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字 应该说不是很熟悉 他是来自这个越南的这个棋手 赵老师您对他了解吗 赖里兄 赖里兄呢 应该说 我去过越南两次 曾经访问 还有参加这个当地的比赛 越南的棋手呢 整体来看呢 是棋风比较泼辣 敢于呢 跟对手这个纠缠 但是赖里兄呢 这个我倒没有跟他下口棋 原来倒看他下口棋 应该说他也是一个 年轻有为的这个选手吧 在越南当地呢 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杭州环境队呢 也是勇闯这个先河吧 打开这个先河 就说的引用这个外援 来参加我们国内的比赛 首创 对应该说赖里兄是真正的这个外援 他是这个越南本土人 他是汉语 中国话都都说不好 他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给他做手势 但是我想他可能随着在中国 这个长期的这种比赛啊 可能对我们的文化呀 还有棋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对 好 现在他布局 他也很娴熟 因为越南当地啊 也是开展这个象棋啊 棋风很盛 对 当地呢 很多学校里边也都是开展了这个象棋的 这个教育活动 每年呢 这个越南也有全国比赛 还有各个省市的比赛 非常重视啊 越南在对象棋 不像以后 红方拘九平六 拘战类 然后黑方走拘一进三 守住这个株林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走法 就是稳住自己的阵型嘛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又拘呢 再压进 拘二进六 进一步对黑方进行一个压制 嗯 黑方跑八平九对拘 对拘 对拘呢 也属于正招 就是说红方既然以拘一压过来了 我就尽可能来 化解你的这种攻击力 嗯 红方这个棋呢 如果走拘二平三的话呢 黑方可以走 炮九推一 炮九推一 对 下一招炮九平七 对 打拘 这儿红方呢 这个拘呢 反而容易的遭到这个黑棋的利用 如果你继续捉 对方可以平一步跑 嗯 你如果吃马 对方可以支持 这两个事就可以 就把你这个鞠呢 再捉死 这儿红方要一鞠还二 对 所以红方来讲呢 布局丢鞠呢 显然不利 啊 但是说吃了掉以后 红方一般不走这个 啊 一般走拘三平四 躲开 或者平三级 嗯 也有一些复杂的变化 嗯 但是总感觉呢 这个三路线呢 给黑方呢 反击的这个机会 红方呢 不好把控 还是太冒险了 嗯 这个棋我跟徐云川下围 一次 徐云川就把这吃了 啊 后来这个徐云川这个 呃 棋呢 就处理的 就是比较痛苦 嗯 所以说对局呢 大多数棋手就选择 接受这个对局 嗯 代理兄呢 对国内的这个棋谱 也非常的熟悉 对 他也走得 比较有信心 嗯 随后红方走 抛弃退役 这个先退步 抛是 王天一比较写的 在走 哦 王天一最近呢 走了几盘 他先抛弃退役 他的好处呢 就是来观望一下 对方的 啊 这个实向的定型以后 嗯 再选择 进击的这个线路 嗯 以往棋手呢 走 这个最多 啊 马三次 来 威胁黑方的中族和棋族 嗯 那么黑方跳马 这个棋就容易走得 死板了 啊 知识吧 一般是先走知识 知识呢 也是 呃 最近十余年呢 嗯 比较流行的招法 最早都是跳马 啊 跳马呢 红方马三次三呢 嗯 还是吃一点亏于黑方 嗯 所以先不是 这儿红方如果 进炮打 黑方再跳马 嗯 红方退炮 黑方这个拘呢 可以过来 拘马 这儿与红方呢 对象先手 嗯 应该说 黑方的形势呢 也是不错的 嗯 因为你进居呢 对方将来还有这个 冲兵 还有送足 之后还有居住进一的 这些手段 这反击还是很多 对 就这个棋 就这个棋 红方呢 也不是特别的 嗯 有什么先手 另外呢 嗯 就是 尽码登这个组 黑方 套解拼棋 这儿 红方受签啊 嗯 红方要补一手 黑方马上进行 从这个 边线呢 进行这个反击 嗯 红方 套要退一步 黑方再走 足一级 这边也寻求一些战绩 对 这个棋局的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便利 嗯 最主要 黑方呢 将来有 马一进三 然后足一级 马三级这些手段 嗯 应该说这个棋 还是值得呢 大家呢 去仔细呢 这个研究一下 前不久在 这国手赛当中啊 这个 我看孟城 还有走了一盘 对 呃 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 他的对手是 呃 王天一 啊 他们两个还 还走了一盘 啊 双方下的也非常精彩 嗯 所以这路变化呢 应该说是双方都是可战的 嗯 那么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没有选择 这种先马三 进四的走法 而是先走了 抛弃对一 是还没有支 是就近我没有支 啊 他先跑去以后啊 啊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是选择知识 对 他仍然选择十六近五 先捕后中路 对 这儿也行 嗯 因为黑方呢 总要选择啊 啊 十四还是十六近五 嗯 就是说他两个试呢 肯定要补齐 嗯 但是补哪个试呢 确实是有非常微妙的差别 嗯 应该说各有利弊 嗯 左试的不好的地方呢 嗯 就是将来左边会空去一些 嗯 十四近五呢 就是说将来这个七项呢 容易啊 被他利用有些闷弓的这个隐患啊 当然是都要走多少步以后 那十六近五呢 从实战来看呢 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也是很多棋手呢 所采用的 效果还不错 接下来红方走 居六近二 这招棋就是比较奇特了 对 为什么呢 先走个居六近二 可能一般观众可能看不懂 对 嗯 他居六近二呢 就是说 他感觉这个居其他的通路 他不满意 嗯 他想进两部居 将来冲中兵这个居摆过来 嗯 就是这么个想法 给炮 腾锅 嗯 这种棋呢 就是双方的这个变化呀 就是比较微妙 嗯 他不是说的 马上形成这种大刀阔府的对攻 嗯 而是呢 双方呢 在自己的阵营里边 逐步的调兵遣架 然后 啊 为将来 这个突然的采取进攻呢 做一个铺垫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对双方的要求都比较高 嗯 你到底这个棋 怎么走才是最好 一时半会儿呢 嗯 现在的人呢 也没有搞轻路 好像哪里都可以走 嗯 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走马上机 进行这个反击 嗯 这个也是可以的 因为红方毕竟这个动作慢嘛 嗯 你看他这个鞠这么绕 然后这个炮呢 炮八瓶 炮击腿 红方的进攻速度 也并不是很快 嗯 所以黑方呢 抓住这个时机呢 又马一圈 主要是针对这个编码 对 他就是下部转 呗 所以呢 仇帽 这个马呢 要先回来 走到这儿呢 以往呢都是走居金二啊 这种什么走法比较多 还有炮瓶三 但是从这个去年的这个碧果园碑上 那个赵熙心对郑维彤啊 对 郑维彤就选择了一个足三基因 说明他对这个旗啊 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理解 那么之后呢 可能大家也是比较重视这种变化 这个时候能吃吗 现在 吃当然也可以 那他就居平三嘛 红方实战呢 他是先走马尔吉 先把这个编冰吃掉 他先在这一侧呢 这个选择这个变化 先手 这个旗肯定黑方不能马尽九 因为这个底下有僵 杀敌士 然后中间有抠僵 攻势很强 这个旗很厉害 黑方不能去马尽九 所以他走一个先把冰准 那到底这个契路兵怎么转化呢 那好 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这个讲解 好 各位旗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来交流这一盘旗 目前呢 黑方走炮九屏 妈呢 是正式的 因为这个旗如果跳马灯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这一江太厉害了 只能够落势 砍一江 鞠杀敌士 对 那黑方只能上将 我放鞠子屏鼓炖一江 这个旗如果你出这个将 他将来这个还丢着 而且他将来有退炮 对 炮二平四 这个给你摆这个门弓的 就是重炮的杀敌 重炮将军 如果你出这边 他顺手也给把你吃了 吃掉 你走 再来 他可以鞠六平八 对 就简单这一走 你也受不了 这个旗要鞠八腿叫刷 然后这还打着这个 描入这个兵 是 特别多的手段 对 所以说就这种旗呢 简单的一看 黑方得紫呢 失势 明显是 不行 所以黑方炮九屏八 是必要的 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马云三 把他换掉 黑方炮二平七 打掉 这个旗呢 正好刚才小陈 你问我这个 正照着来讲 我觉得红方是 你要吃掉 这个旗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 黑方拘一平三 然后红方再拘四进三 准备吃这个族 这样形成对共 黑方呢 也不敢吃 吃他吃这个 红方厉害 黑方要进一步炮 就是你吃这个兵 他得打你 这样呢 双方呢 在这一带呢 形成这个纠缠 应该说双方呢 互有顾忌 基本上呢 起舞相当 但是时代当中呢 这个赖里兄啊 可能对这路变化呀 他也没有深入的研究 结果他呢 还是呢 整体的作战的意图呢 是向着对方的这个中族 立中炮这个思路 所以他走了一个 还是想着把中兵打了 炮而进武 对 但这招棋就等于是 先让黑方呢 能够夺到这个多足的优势 所以说这招棋呢 虽然说 有利于开展攻势 但是物质损失也很大 应该说黑方可以争得满意的 这个局面 那么本次这个 向下比赛呢 这个第一战 前五轮的比赛呢 是在这个陕西西安市呢 进行的 对 那比赛也得到了这个 西安市市伯园的 这个大力的支持 西安市伯园的 这个独家冠名呢 这个本届 这个向下比赛第一战的 这个比赛 市伯园呢 也是这个坐落在这个西安 这个市区附近的 一个非常美丽的公园 应该它的工程呢 也是比较大的 在比赛之余呢 我们骑手呢 也兴致勃勃呢 到里边 这个参观 这个休息 欣赏了这个 很多这个 不同世界园林的 这种造型 也希望大家呢 能有机会到西安呢 可以呢 饱览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光 另外呢 这个西安市伯园的 本身也是呢 向这个所有的这个 百姓开放 它是免费的公园 所以说也是西安当地 这个朋友呢 一个休闲度假的 很好的这个去所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棋 红方走炮尔金屋以后 黑方就足三级吃掉 这个吃也是可以的 此外 他也可以考虑做马尔金三 对 红方 金炮达 这样呢 红方呢 就是 如他所愿 得到了这个中炮的攻势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中炮攻势呢 固然是 比较凶 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 就是说 你毕竟少了 这两个族啊 对 那么接下来 黑方走 居于金二 准备把中兵给杀通 因为红方不能轻易放弃中族啊 你支持他杀 你出帅他可以退几炮 既然这个中炮就可能站不稳了 对 随时的 红方呢 实战走 中炮二退二 退两部炮 来暂时呢 保住这个中兵 那么由于本次比赛呢 采用的是这种快起 20加5 应该说这个 确实呢 速度比较快 那么在啊 特别是后半局的比赛当中啊 就是出现一些差错呢 也是在所难免 对 就是 本次比赛 应该说这个个人胜率上来看的 这个广东队的 许云川和郑维彤呢 排得比较靠前 对 排名前两位 许云川呢 今年 应该说发挥比较稳定 特别是他这种 非常老道的经验 又占据了这个上方 对 那听说这个 最近许云川比较运功 就经常回到队里边去训练 是 因为那个今年 郑维彤特级大师呢 是加盟了我们广东碧桂园队 对 然后两位心心相惜吧 也是 在经验啊 各方面也是做了一个互补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今年那个广东碧桂园队的成绩呢 是还不错的 目前为止 应该说广东碧桂园呢 历史上也是强队啊 向甲他们夺的这个冠军也最多 得了五届冠军啊 应该说也是最强 那今年又有这个 四川队的郑维彤呢 这个 这个商界到广东碧桂园 所以说 广东碧桂园实力也是大增 是 那么今年呢 这个黑龙江队呢 两名主力呢 也是加盟了 内蒙古队 所以说内蒙古的实力呢 也是大增 对 所以现在 他们两个队现在排在第一第二队 特别胶着这个积分排名 排在这个 就是截止到二十轮呢 排在第三位的呢 是老牌禁旅上海金湾团队 我们今年的这个 北京微凯队和这个 河北的金湾建设队呢 也是强项联合 两家呢 也是共同达到了一个队 简称经济联队 我们现在排在这个积分网的第四位 第五位呢 是杭州环境集团 第六位呢 是浙江 民态银行 由赵新兴特技大师领先的 对 浙江队 浙江呢 今天 就是这个省来看 一共出了四个队 包括浙江 省队 还有杭州的三个队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赖鲤兄呢 就是代表的是 浙江杭 杭州的 就是杭州的环境集团队 相当于是一队吧 对 相当于杭州一队 对 那么接下来呢 黑方 黑方走了一个 马二退三 他想赶这个中炮 因为中炮他也怕将来有威胁 先把他定位了 然后红方 炮退一路 接下来黑方呢 足三进一 三足拱 对 红方只能够跑马 黑方再拱 再拱 红方马五进三 这个时候 黑方足迹仪 把这个七路线打开 这个七呢 应该说 我觉得黑方还是形势不错的 子力比较开朗 唯一的这个担心呢 就是红方这个中炮比较厉害 对 这个中炮还是有一定的威力的 那当然 但是呢 黑方如果应对的 有方的话呢 应该说形势还是 不差的 但是我看实战中 这个 这个中炮呢 应该还是给 吴俊强大叔呢 造成了一定的 心理上的威胁吧 我觉得 吴俊强呢 本身呢 是河南的这个选手 他这几年呢 一直是 在四川队这个效力 应该说 最近呢 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去年 他下的还是 全队来看呢 仅次于张维彤 而且个人赛也进了四强 对 但是今年他整体的相甲呢 倒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今年张维彤呢 加盟了这个广东队 那么李绍翁呢 应该说 目前来看 是他们对得分最高的 对 向一进三 然后呢 黑方走 抛进四 这个进炮打马呀 就是走得 有一点早 有一点早 对 就这种棋呢 他毕竟 你要看他这马 比如说 是不是对你 很有威胁 实际他跳这 暂时也没路 那么黑方 其实这个棋呢 可以 如果想追求复杂变化的话 可以退一下拘 红方呢 因为你挑这个马 他将来拘一平息 他也站住这个好的位置 对 红方呢 如果回向 黑方可以再拘一平息 拘一平息 拘一平息捉马 对 你看红方 马三件也没有了 马三件四 你也上不去 你上人家顶住你 你这个拘马还受签 对 所以红方还要 再退回来 黑方可以下一步足 这样呢 整体呢 黑方呢 这个子力呢 也比较公正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呢 形势呢 还略微有一些反现 因为这个足 毕竟 毕竟率服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大家看啊 就是他走拘一圈 是完全可以的 时代当中 黑方呢 就是想简化局面 只能先把子给对了 对 然后红方呢 把他炮吃掉 关键的是 后边的这个战斗 现在等于 大家这个中局呢 都是 的战斗呢 已经是告了一个短落了 暂时红方呢 有向他队伍的这个手段 其实黑方这个时候 可以跳一个中马 张老师 您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是哪边占优呢 这个其从物质力 上来看呢 双方的子力呢 是均等的 但是黑方这个足呢 比较靠近 应该说黑方的形势呢 还要略好一点 黑方兵种呢 也稍加 但是红方最主要有一个中炮 对黑方的牵制比较大 黑方可以走马三进五 那么红方这个棋呢 不是我就足下来 红方这个棋也不能恋战 因为你再走其他的 黑方马五进三 如果你鞠躲开 黑方马五进三 你要鞠三平息 他马五进七 都可以 就是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呢 看不到什么明确的这个公式 可能红方就要打相 然后再兵五进 但是黑方可以鞠退两步 这儿的残局的结果呢 就是说 鞭要吃马 他再把你这个吃掉 应该说黑方呢 略优一点 因为这个鞭比较靠近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基本上呢 也向着这个平稳的方向去发展 这个马三进五 可能是吴俊强 当时忽略的这个走法 他可能太怕对方推中向了 结果走了一个局一推二 他想着先守住 回来避航线 这招棋呢 显得呢 就有一点失落 对 然后红方退向 叫上 黑方鞠一平五 这个鞠一平五呢 把中鞠垫在上面呢 也是有负担 实际上也可以先降五平六 先出降 对 平中鞠呢 也没有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下面的这个招法 嗯 红方这个时候呢 补这招是 因为你看 如果你现在这个足啊 换一个像的话呢 对方把你飞掉 就变成红方多兵了 黑方呢 这个棋呢 就有一定压力了 对 我想这个五菌翔啊 第一次啊 跟这个外援下 这个心里都是有压力的 应该有压力 因为不了解对方 对 一个是不了解 再一个呢 他怕输 嗯 因为输给国内的选手啊 大家反正 确实是 经常见面呢 嗯 可能心里呢 也能够接受啊 嗯 可能输给越南人 心里可能觉得不是很爽 对对对 所以啊 越是这种想法 越是这个心态啊 不对 就后来这个蒋川也碰到这个呃 这个越南这个赖里兄了 嗯 结果赖里兄两次将六军 按说就可以判复了 这蒋川啊 紧张的都忘了提了 两次 结果裁判呢也没有介绍 才怕肯定也太紧张了 那看来引进外援 对于我们也是一个促进 应该是对于用 嗯 他们是更多的促进 嗯 因为毕竟呢 这个海外棋手啊 能够参加到国内的现代联赛 对于他们是一个锻炼 你看这个赖里兄 通过这个打联赛 他的棋越来越结实 是 然后不久前在那个阳光临杯 听说是横扫海外 毫无悬念的拿了一个冠军 对 后来听他们说赖里兄在底下 就是跟那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说 说的还是国内的联赛南下 这个海外组轻松 确实通过联赛的这个大战呀 确实能够队员是比较锻炼的 黑方马三级 红方接下来呢 这周期呢 走了一个抛日配衣 他这周期走得比较有趣味 对 他准备打兵 打过来来牵制 其实呢 黑方这个时候就应该下足 你打过来呢 我就是再出个将 然后摆脱一下牵制 也没关系 这个棋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可能时间太紧 这个武俊强呢 阴差阳错 走一个足迷 结果受人一气 被红方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这是 也反映出这个海外选手呢 在战术打击方面呢 丝毫不弱 那 他炮八价 本来这个棋直接走炮二平八 也是战友 对 他这个局也不好 现在不打相了 对 你出将呢 他就可以打相 他可以将来多两个相 但他走炮二平八呢 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可以 他的意思 让你走马一去三 他再各种炮 结果他走了一个马一进二 黑方走马一进二 那么红方就 事务军就把他吃掉了 这儿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就比较难下 他是先出了一个将 对 红方退了一个局 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无论如何呢 还是应该考虑 局五平六啊 守住类的 对 或者怎么去 完全放手一下 结果他慌乱当中 走了个飞边向 这招棋呢 造成这个素败 败招 对 红方 局一将 黑方只能进帅 金将 他炮花平五一走 每步都是先手 这个叠炮很厉害 这个前后都是炮 要打相 抽将 对 被迫黑方拘呢 躲开 红方再出帅 这是前门栓 对 黑方这个拘呢 就很无奈的再退回去 那么接下来 红方走后炮 拼酒 叫杀 这个棋呢 就说的 看到这个海外选手啊 他这种顿挫呀 他这个次序 拿捏得非常好 攻杀手段非常犀利 让黑方呢 无可奈何 黑方只能退别马 红方最后一步去 去自尽散 把马抓死 对 抓死以后呢 黑方就只能呢 主动认负了 所以说 这个局面呢 红方的这个捕捉战机 是非常到位的 可能吴俊强也确实 有一些紧张 这个没有想到 对方呢 这个这么锐利 那好 今天的这个对局呢 就为您呢 讲解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 这个收看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一如既往的呢 这个关注 2016天津象棋 全国向甲联赛 也希望大家呢 在方便的时候呢 可以下载这个天津象棋 这个APP 直接上网呢 进行呢 这个观战 直播 以及呢 这个为您所喜爱的 这个向甲联赛的队伍呢 去投票 因为这个APP这个手机上呢 还有iPad上呢 都可以用 非常方便 好 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的这个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